小明小啊 小明跟我弟弟同岁啊 他一直都姐啊姐的这样叫我 然后说让他来演宵剑 哎呦我的天啊 简直是好尴尬好尴尬 我跟戴姐姐我们俩就霸眼了 太对不起剧组了 我们俩犯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美丽的错误 赵薇都是睡着被人掺着从楼上下来 走到外头楼厅准备上那个面包车 一松手 磁溜着人就划车底下去了 那个时候怎么敢 那时候根本他就是一个天神级的王母娘娘 第一部17集播出来20几集 拍了五个月半年呐 我记得在秘书山庄在承德住的时候 我都开始都买鸟笼子养鸟子的 我们组里边的演员开始喜欢唱点歌 最后都练歌剧了 小燕子子薇都晚上十一二点钟收工 两三点钟爬起来了 那赵薇都是睡着被人掺着从楼上下来 走到外头楼厅准备上那个面包车 一松手 磁溜着人就划车底下去了 大客官员都没开门 进去之后找一个工作人休息的地方里有个长板凳 欣如跟赵薇两个人就那一条板凳脸倒到那就能接着睡 那周杰跟我说回到酒店的屋里头 趴到那水池子上把脸洗完就趴到就睡了 我跟戴春荣老师第一个化妆然后每天披星戴月的四天钟就在化妆间见了 练就了一个本领就是我化完了妆然后梳好了头 我就可以那个再回房间接着再躺下睡 穹阿姨有时候她不会去在剧本里非常细致的去描写这个武打的这些东西 她有时候就一句话打得昏天黑地 可能这几个字叫我们就要付出一个星期的拍摄时间 那会儿也年轻我们也很认真在拍摄当中也经常受点小伤 我们如果要拍一个大场面就是拍几天是有可能的 就是实景拍嘛然后所有演员也都要到场 然后他就要拍个两三天 宫中的服装一层又一层然后还戴着漆头很沉的 头上的卡子有四五十个吧别起来的 然后还有漆头高跟鞋就是太热了 就是一说停机我们赶快把那个外袍就脱掉 就想跳到我们在公网府拍就想跳到那个河里面结束 他们特别敬意那个摄影师爬到高台上拍全景 突然那个架子倒了那摄影师护着那个摄影机别摔了 机器是保住了没摔坏他人呢摔骨折 我甚至那个时候都没看过琼瑶阿姨的那些其他的戏 那撒狗鞋那里套而且琼瑶的剧本是不能改词的 每个字都不能改明天如果补拍的话 我得重新背我必须把它忘掉 我千万不能沾染这个台词的习惯演第二部戏 那里面的人都不是正常人 太为难我了 那个时候怎么敢 那时候根本他就是一个天神级的王母娘娘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演戏 大家都傻二一样就是剧本也不能改 你只能死背就跟读书一样背书 然后只要背错一个字对不起导演重来 有一次拍跟小安子就我们俩 临时加了一场 我一看到剧本当时头就大了 导演说你先背台词 我说好当时是快五点了 然后光也快太阳也快没了 就开始拍这场戏怎么也下不来 急坏了太阳也快落山了 全组都在这等着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我全剧拍的压力最大的一场戏 当年就是说我们这部剧 说到要拿到台湾后期制作的时候 全部要重新配音 后来群阳老师一看我们的台词太棒了 他就做了决定 后期以后就把台湾演员那几位重新配音的 我们都是原生 拍《还珠》好像是五千一集吧 还不到五千一集 我拍了六个多月 最后剪接成24集 电视台挺好的 数每个人是多少集超了什么 就给大家补钱了 到第二部这么处呢 应该比第一部的待遇就好一样 一样 一样 没长 差不多 就这样 所以这个狗屎运呢 你说让她演的小燕子还真对了 她真的就是个小燕子 后来我们俩一出来 招为第一句话就问我 她说天哪 连金锁都这么美 等等我怎么办 哇 这个柔某某老师演的怎么这么好 她演完我们就给她鼓掌 这个柔某某又可恨 然后又可爱 就是